演藝圈 讓我失望啦 這個節目是必須要有所替換改變 唉唷唷唷 好不好 什麼意思 需要替換掉的 嗯 是 憲哥 蛤 對 不要告別啦 我們大家都捨不得你耶 不要不要再挽留我 好不好 拜託不要啦 因為 好啦 行李話啦 說啦 說啦 先就說了吧 因為藝能界 實在很難賺 哈哈哈 我們都不懂了 就不能感動一點 就不能感動一點嗎 好不好 真心話一句吧 好不好 主要原因 演藝圈 讓我失望啦 我是一個永遠真心真意的人 我看到這麼一堆假面具 這樣要晃來要晃去 根本都假掰的要死 都假的 對不對 莫名其妙的人 他也可以當國民法官耶 正面是這樣對我 後面是 原來是 科技上下這種毒手 下什麼毒手呢 我就不用說了 聚狀到法院去告他 後來他炸死嘛 假裝自殺嘛 我們只好撤到 太嚴肅了對不對 憲哥認真 有要放掉這節目喔 隨時啊 anytime都可以啊 對啊 對啊 現在計畫中 對 我說了分手 我立刻轉身往前走 我可以真心的把心裡的話 講出來嗎 大家請說 這個節目是必須要有所替換改變 哎呦 好吧 什麼意思 呃 需要 需要替換掉的 是 憲哥 蛤 對 怎麼可以 女兒如果生完小孩回來 你在這一段時間表現 收視率又沒有掉 甚至要增長 比如說 呃 呃 一點點來 增加1到2之間 0.1 0.2之間 0.1 0.2之間 好不好 如果你增加了 平均數是增加的 是 這個節目 以後 怎麼樣 你就是大跟班 喔 那怎麼好意思 那怎麼好意思 對 這一段有感覺我在告別嗎 沒有 絕對好像不是很乾脆 因為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用更多的時間 是去準備 大巨蛋的告別夜唱會 蛤 對 不要告別啦 我們大家都捨不得你耶 不要不要再挽留我 好不好 拜託不要啦 因為 好啦 心裡話啦 說啦 說啦 今天就說了吧 因為藝能界 實在很難賺 我們都不懂了 就不能感動一點 就不能感動一點嗎 這個很真實 這個真的好真實喔 好辛苦喔 聖哥剛才是有交棒的意思嗎 因為剛才說小明星 交棒的意思 交棒很久啦 我們跟電視台持續不斷的溝通 另外友台那邊 我僅持兩年多了 對不對 他們說找到適當的人選 那個我們就可以啊 好吧 那幾年來 我這個位置啊 真心話也是 無人能出其用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對 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這個要受過這個精銳的傳統綜藝的一個熏陶跟訓練的人啊 一個每一個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對 所以我變成一直他們也找不到 然後我 我這一天也很難以這個 太過堂圖這樣 沒想到 因為中天是最提給我的 幫我找到了 哎呦 不敢不敢 我幫你找到了 你可以的 哎呦 我不敢不敢啦 真的啦 壓力好大 不會 對 壓力很大 如果 如果我是這個 我是這個 你就是活佛啦 蛤 是哪一種 我在等你的梗 這沒有梗 我如果是得不到高僧 對不對 當我這個夕陽一到 手指指著東方蓄日動盛的地方 立刻快馬揚鞭 這個烽火連夜奔跑 啪啪啪啪啪啪 往那個地方去 你就是那個呱呱落地的佛佛 啊 就是你啦 蛤 好不好 萬一旁邊的人說不是他咧 不會是你 是你 你多加油 我要跪下 好 平身 對對對 憲哥 可是讓漢典跟嚕嚕他們有辦法接受你 請辭嗎 呃 看看囉 好不好 我覺得他們也都是一方之霸的 現在 也都做得非常好 那這個 這個 武士 很多人都說 啊憲哥你做得好好 你幹嘛呢 這個樣子 但是 其實 如果你在一個工作行當裡面啊 16歲 做到61歲 你就知道 我的心情了 他已經不是好壞的狀態了 而且 好不好 真心話一句話 好不好 主要原因 演藝圈 讓我失望了啦 我是一個永遠真心真意的人 我看到這麼一堆假面具 這樣也晃來晃去 根本都假白的要死 都假的 對不對 莫名其妙的人 他也可以當國民法官耶 對不對 然後呢 跟我是我的鐵粉 收集我的每一張唱片 然後正面是這樣對我 後面是 原來是 刻意上下這種毒手 下什麼毒手呢 我就不用說了 拒撞到法院去告他 後來他炸死嘛 假裝自殺嘛 我們只好拒撞到 太嚴肅了對不對 太嚴肅了對不對 憲哥其實現在內心還是對他還是有點不滿 我知道是吧 喔他喔他喔他 沒有什麼不滿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喔 各位小朋友 戴著你假面具的可以活得很好 真心真意的 你就要正面遭受到非常糟糕的東西 而我要在這裡呢 開心的說一句 我 開始跟最終 都要以一個好人的姿態 進入藝能界 離開演藝圈 對 這才是對我父母親 有很大的一個交代 歐蒂娜會不會覺得繼承憲哥的衣博壓力很大 這個節目 當然壓力很大 因為畢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然後 然後又在現在這麼 兇險的環境裡面 對要 帶給大家 大家的滿意的滿足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難 可以啦 除了精進自己之外 真的沒有別的辦法 然後再來就是提膝後背 也是我現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才知道說 我們真的有很大的斷層 因為 我算中生代 可是接下來的 新生代的又更新 你們回頭看看 每一個都這麼有實力 這麼棒 然後 怎麼讓他們發出更好的光芒 給他們更好的舞台 首先 我們自己要有收視率 對 所以收視率一定是一個很大 很重要的一個點 對 加油 憲哥認真 有要放掉這節目 隨時 anytime都可以 對啊 現在計畫中 對 我說了分手 然後 我立刻轉身 往前走 我一直沒有回頭 看這段戀情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想回頭 讓你看到我 淚流滿面 可是Sandy她那邊的想法 Sandy她那邊OK嗎 畢竟跟你搭檔這麼多年 OK啦 她 她也跟佼佼一起搭檔 還拿金融獎 對啊 OK的